男子躲在铁门边 还是被发现 旁边这个垃圾袋 有他丢弃的收据 还有理财专员的证件 这都是他自己打印 未造的 抓他的远景 脚上穿的是拖鞋 怎么出任务 会是这装扮 原来诈骗车手 要取款的对象 是证明远景的太太 夫妻党合作逮车手 远景的太太罗姓女子 平常会研究理财 上个月在网络上 遇到诈骗集团 成员强调稳赚不赔 加赖互聊 女子干脆将计就计 说要投资20万约面交 实际上是跟休假的远景 夫妻一起赴约抓车手 面交新台币20万元 遭一旁暗中观察的 赖姓远景试破 随即拔腿狂奔 在属情的同时 我就在观察那个男子 他的眼神就是不敢跟我对眼 依照我做憧憬的直觉 我就觉得这个绝对 远景的太太半珠吃老虎 逮诈成功 而诈骗集团车手 以为掉到肥羊 没想到自己 却成了真正的肥羊 中了冀中计 TVBS新闻顾首昌 台南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